大家好,我是Lorenz 一星期没见了,回来跟大家更新的事况 有什么新闻 恒新指数,不知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最近一星期的时间 14000多点,刚刚见了下午14000多点 然后有一个很大的升幅 试园说国家减存款准备金 释放2万亿的准备金 然后就说旧市 消息一出,恒新指数一旦弹了一千多两千点上去 高位升高了16000点 但市场似乎不太跟进 购买力还不太跟上 最近这两天有些回调的迹象 现在又下降16000 不妨跟大家更新一下 究竟这一星期有什么新闻 会影响我们的投资部署和想法 事不宜迟 不妨跟大家看看 刚刚这一刻我录影时的恒新指数 恒新指数还没收市 现在是多少点? 2点22分 现在恒新指15760点跌低过16000 跌了316点 点数不算很夸张 1.97% 点数不算很夸张 但成交也少些 300亿左右 即是成交股份的成交 跌幅 大部份都红 因为恒新指数股 1.2.3.4.5.6 只有6个升 马康师傅 长健 这些 我认为少些人买 还有个耗心制约 有个来海依约跌2.5% 证实降低死亡风险 好像有些新闻出 于是少少打败 不过也不多 老板 只有0.4% 还有可能你也不会买 安知府等等 但大部份股票常常跌 跌幅全面跌小 也不低 2.3% 也不再说下 排第一位的就是行动地产 他也挺可怜的 午后跌幅大陆6% 但去年多赚3% 为什么呢 有时间我们和大家看看年报 究竟什么事 多赚3% 但股价照插6% 是不是会不会 陈启忠说了些什么 未看新闻 因为主席陈启忠 每年出财报的时候 都会出来讲讲政治 讲讲形势 其实也有很多东西 很多金句 现在未看 我先和大家更新一些市况 行动跌 新州国际龙湖 你看到内房也很弱 迫伏 跌得很厉害 是无他 大家都要留意 恒大清盘 对不对 恒大清盘 就是内房最大的一只 终于被法院清破产 即爆布了 所以如果爆布 没有钱赔给债主 其实股票 停了一段时间 然后分分钟 就脱牌 变垃圾 所以你问我 可否拼拼内房反弹 拼拼拼拼拼拼拼 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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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 会否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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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 国家就出台降传款准备金录 股市就爆上去 释放2万亿的求买力 但是很多时候这些是吹水 说就说释放存款准备金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银行有几十万亿资产 减低银行要储备的钱0.5% 其实已经等于2万亿 也很夸张 但是释放了这块钱 也不等于你的钱买股票 第一不等于买股票 第二不等于银行会借出来 给人做生意资的经济 也不一定 变相会是这样 实际减全款准备金 其实也不一定是股市受惠 就当他真的拿去买股票 支持市值 也是买A股 跟港股仍然有些距离 所以是否真的有直接受惠呢 我们好像也留意 要观望 看看 是否又会A股有数 H股有数 港股有数 支持一下 或者将那几万亿流向生意 刺激实体经济 我们真的可以受惠了 对不对 所以市场上就对这些口说的东西不是这么购买的 不如真的看看有没有实践再算 于是乎 在高位 升到16,000 然后又跌下来 在16,200 最高差不多跌下来 今天又升到15,000多 所以一定是看着后续情况是怎样的 他们说两星期后会有更仔细的政策出台 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但现在也要看看股市是怎样赚钱的 其实他出了两万亿那一天 还有一些东西公布了 可能你的新闻也不太有报道 其实是有一件事发生了 那件事是什么呢 不妨给大家看看 他就说是 央企要市值管理 要激励又要工具 那是什么呢 原来那天国资委出了除了降准之外 就说是什么呢 一企一刹考核 要对央企 即是中央企业 很多中字头那些都是 要什么呢 原来就将市值管理 成为他们官员的KPI 如果你问我做央企的公司 第一就是有做生意的行政总裁 每间公司都有 第二部分 其实都有国家的一个 就是党委书记 都会在这些公司里面 所以有时就是政治 有时就是生意的想法 在过往很多央企 国企等等 长期都市值低股 你见无论有些是PE也很低 中学油 石化等等 航空公司 PE也很低 PB也很低 市盈率低 市值 市值率也很低 什么都很低 变成股票又不会升 又不会升 好了 现在就在国家的政策推动之下 就说什么呢 市值管理就成为央企官员的一个考核政策 即是考牌 什么意思呢 说是市值升就成为你的政绩 即是党委书记的政绩 好了 但又幻想一下 一件什么事呢 一个党委书记 老实实 就是一万几千元的薪金 是这些的 OK 如果市值管理放在他们的政绩里面 其实作为一个月薪万几元的人 怎样可以帮到市值升值呢 你想想一下 没理由自己出钱 根本没这个钱 对不对 好了 于是可以做什么呢 其实如果这件事 摆入他们成为一个激励 约束 一个对官员的考核 他们当然要跑数 每个官员都要跑数 市值就成为他的跑数 怎样呢 其实国家就想什么呢 国家就想 传递信心 稳定预期 回报投资者 口说真的挺好 如果这些政策落实 其实不妨央企 都可以看高一线 OK 那怎样呢 你作为一个官员 作为一个党委书记 那当然是什么呢 你是不是四周围 找找一些大陆基金 私务基金 或者大陆的一些 长期的资金 等等 国家的退休金 什么都好 你当然去找那些基金经理 然后跟他们聊天 你可不可以入市支持一下 我们那间公司 然后你的股票才会涨 对不对 好了 所以他们应该就会 四周围出去抛数 OK 但是回想起来 那又干什么 这么多家央企 那些基金 为什么要投资你 对不对 那你就一定要 设计到 你的公司 第一 是不是要赚钱 更容易 OK 好了 公司要赚钱 有市盈率等等 可以回报给投资者 OK 业务的前景是怎样 公司财务表现是怎样 你是不是都要拿出去 就先设计 好了 设计到才有人购买 对不对 好了 如是者是什么呢 你想一想 就是说 有一些公司 如果它本身的基本面是很好 OK 例如很赚钱 财务很健康 前景又很秀励 其实这些 官员出去跑的时候 是购买一些 大家不喜欢 各大的基金 各大的基金经理 甚至是银行等等 总之拿着钱的大户 一定都是看这些 所以 是真的看过这些 这些的央企 好了 除此以外 还有什么方法呢 OK 就是官员除了跑别人的钱之外 如果公司 本身的央企内部很有钱 那你可以做什么呢 他们也有钱 就是 市值的增长 需要分红 如果你账上的现金很多 你可以派高的股息 回购 回购 OK 你有钱可以回购 是不是 好像腾讯 阿里巴巴 这些都有回购 好了 甚至大股东增持 这些直接举措 可以帮企业内在价值着手 即所谓股价升 OK 如果是这种想法 特别对财务健康 即是有钱那些 有钱那些的央企 又是直接一点 为什么 因为官员不用出去跑 你可以直接用公司的钱 来进行这些回购 OK 好了 于是乎股票升值 就成为他们的优良正职 不过意升官 就发财 不敢说 OK 可以升官 呵呵呵呵 扶要直想 靠这一转了 对吗 如果是这样 我们当然 坐下顺风车 对吗 OK 既然有这个政策 不妨看看 你可能会问 阿LONSA有什么央企 我就捉了个名单 有兴趣的 可以看我们的留言 我们在下面 我会分享这条连续给大家 OK 看看以下 就是一些 国务院国有资产 即所谓央企的名单 OK 什么耳熟能长的 你看看有招商局 华润集团 等等 中国中媒 中国石油 石油化工 海油 建材 实在太多了 都很知名 很多都是上市公司 中国铁路 中国铁建集团等等 留意一下 有一些 那间公司 比如 换集团 招商区集团 有些是直接上市的 那间没有公司直接上市 但是 妈妈可以拿着一些子公司 而这些子公司也是有上市的 例如 华润置地 下面拿着华润置地 招商局集团 下面拿着招商银行等等 严格来说 因为妈妈是央企 下面的子公司上市公司 也是央企一部分 所以 这个名单就说 妈妈 集团的 妈妈的顶 但是下面一群的公司 其实都是央企 所以 各位其实 不仅仅这一版 很多 如果留意到 原来没有公司 都是央企 这些名字 其实那些都可以属于央企 是他的子公司 可以吗 这些都可以列入你的名单 特别是财务健康 又赚钱性的公司 如果这个成为官员的KDR 我就强烈建议 各位可以看着他们的股票 好吗 以上就是我一些央企名单的分享 OK 再跟大家更新一些最近期的市况 好吗 北京时间 OK 2月1日 又是香港时间 凌晨的3点半 就是美国 美国就说FOMC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就会开始说利率会议 美国议息 加息还是减息 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我今年年初出席了很多 即是私人银行 投资银行的一些2024年的 投资银行 即是前景的看法 即是说前景 出席了 欧阳公开市场道 都还有大大小小的六七场这个 含 مت 有很多银行来分享下来的看法有什么投资 想不想和大家分享 清一色也是一个想法 都是说一样 就是今年 美国减息了 于是我们有什么资产可以部署 清一色也说这句 传统智慧说 连街市卖送的公公婆婆都知道 美国要减息的时候 美国是否真的要减息呢 全人类都知道的事实 当然我有一个看法 但客观上有些数字去支持 为什么会减息 先说一下会否减息我自己的看法 在认二三年第四季度 美国的经济增长 破了很多人的经济学家的预测 其实预测也不准 简单来说 GDP 国民生产总值 增长是去到 3.3% 于是说拉升了全年 因为第四季已经3.3% 全年就去到 3.1% 所以 美国 这个经济增长 是消除了大家对美国经济衰退的疑虑 以前就说美国经济衰退 经济不好 于是就要减息去刺激经济 好了 现在 似乎 不是这样的事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经济增长也很厉害 不但非农业的就业数据也很强劲 新增职位也有十几万个新增职位 在这样的基础 GDP升 新增职位也有一个相当大的十几万的职位 其实 又真的不太觉美国的经济是差到需要减息去支持 这个就客观这样看 所以是不是真的好像 年初 不是太久了半个月前 全世界都说美国减息 这一刻看来不是那么差 是不是真的会减息 不但经济就这么说 加不加息 其实还有一些政治考虑 第一美国大选 特朗普又出来 又说有德州内战 接着 拜登 拜登永远就想 不想印银子 拜登他们想印银子 特朗普想要联储局减息 永远都是这些东西 共和两党 第一有政治的角力 因为大选年 利率就成为他们两边的武器 真是拭目以待 不仅是经济有影响 政治也有影响 此外是第二 因为有俄乌战争 有尔巴战争 世界动荡的时候 那钱 放在哪里 你想想 你是那里的国民 或者附近周边国家 你见到自己国家打仗不稳 你都搬钱走 如果 美国加息 其实钱真的会流到美国 如果他保持加息 欧洲等国家会被他过狗赛 因为欧洲动荡动乱 美国的资产 资产继续加息 其实是会吸引欧洲的资产继续向美国 美股 会继续恩恩向荣 美债继续升 不要紧 反正我印钱还钱 对不对 如果你以这个角度看 好像说 减息的空间 减息的空间 又不是那么大 同不同意 客观经济是好 第二就是 全球打仗 就不是那么稳定的政局 是不是减息 就拭目以待 当然 如果 我都和大家分享 我去了那么多场 分享会听到的 就是说 因为全世界都 估计今年减息 美国减息 那于是 就推荐一样资产给各位 他们也 就是在这些时候 增持美国的国债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真的减息 美国国债的票面 票面值 就会升上去 国债的回报率 就会跌下来 于是就可以赚价 这件事 好了 如果你是看好 如果你看好美国减息 例如在1月2日 2月1日 好了 如果你真的看到减息 一如其他国大投资人行 所说的 就有一件事 叫做TLT 不妨可以看看 OK 安石的20年美国长期债券的ETF OK 好了 这一只ETF 其实也有三厘半的税售 有三厘半的税售 现在 早前 其实升了很多 11月的时候 80多元就升到100元 现在升了20% 你看到这只美国国债 就是因为有减息的预期 有减息的预期 升了很多 OK 好了 年初开始人们继续说美国会减息 那于是 哇 那当然 希望100元继续上去 但是现在 就降了少少温 OK 因为经济好 就由100元回来 94元 所以如果你是看 在美国 一如他们所说的减息 这只机会 也会向上望 看长点 其实美国国债 2022年 甚至23年年头 还有一百零九 110元 现在是94元 如果去到减息等等 很轻松 反正上白日 这幅有十多元汁 大概20% 美国国债的ETF 这就是各大投资人行 在今年其中推荐的 赚钱位 也和大家开心分享 以上就是 今个星期的一些投资 想法新闻的更新 如果你觉得有东西 希望跟进我这个频道 不妨大家可以留言 可以订阅我这个频道 最新更新的资讯 第一时间就收到 多谢各位支持 下集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